2019年11月29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槟城大陆后戏拔原木屋区 昨天早上11点发生大火 火魔吞噬了8间木屋以及1间工厂 事故中就传出其中一间被烧木屋的屋主 也就是30岁的郭荣源 在大火之后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家人担心他遭遇不测 失联者的姐姐郭清宝今早告诉记者 弟弟昨天早上和没有同住的母亲 一起到巴都兰帐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后 弟弟就独自步行回到戏拔原的住家 没想到戏拔原就发生了大火 家人知道戏拔原失火之后就赶紧拨打弟弟的手机 但一直都无人接听 消灯人员在现场搜寻之后也没有发现遗体 家人便寻冰城各大医院 也未见弟弟的踪影 于是就希望能够透过媒体以及广大民众的协助 寻找弟弟的下落 而光明日报的相关贴文也获得不少网民的转发 而根据姐姐在刚刚告诉记者的最新消息 姐姐刚刚是接到了来自医院急诊室的来电 指弟弟目前是在医保的中央医院 人本来不是在槟城的吗 怎么又会突然出现在医保的医院呢 记者以及姐姐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姐姐目前正在赶往医保的途中 了解情况之后才能向大家做进一步的交代 但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希望30岁的郭荣源平安无事 换个焦点 不少家长带小孩乘坐轿车出门时 都习惯抱着孩子 但其实这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发生车祸 孩子很大可能将被抛出车外 政府因此宣布在明年的1月1号开始 强制身高135公分以下的孩童 在乘坐轿车时都必须坐在儿童安全椅 而有关的安全椅也必须符合欧洲ECER44-04 或是R129认证 以及要有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MIROS的二维码贴纸 但本报记者今天走访槟城四间婴儿用品店之后 发现许多婴儿安全椅都符合欧洲规格认证 但未见MIROS的二维码贴纸 民政党全国副总秘书Wendy今天也发了文告 促请交通部以及政府相关当局 给予更明确的解释 包括如果没有MIROS的贴纸该怎么办 安全椅若没有欧洲认证 但由美国认证又是否能安全使用 以及该如何去定义可豁免安装安全椅的大家庭 换个焦点 本地乐坛今天传出二号 素有乐曲王子称号的郑锦昌 Zan Gamchang Chango 今早九点在家中逝世 享年77岁 生前的他患有肾脏病 郑锦昌是首位到香港发展的大马歌手 曾在1971年荣获香港明报十大歌星奖 而在2015年郑锦昌举办50周年演唱会 时就当场获得马来西亚基督大权 颁发最年长艺人演唱会 这一节的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